我是史丹尼 上一條影片我講了Note 10 Plus 的開箱 以及講了有什麼功能或功能 比上一代的閹割少了 今集要講的是Note 10 Plus 的賣點 就是Desmode Desmode 基本上由Note 8 開始已經存在 不過一直以來都被人救病 要加一個Desmode Station 去運用這個模式 太麻煩了 不過今次已經簡略了很多 首先沒有Desmode Station 第二就是有兩個方法可以運用Desmode 第一個方法就是 靠現有的螢幕或電視 加一個USB Type-C to HDMI 插頭 就可以運用Desmode 第二個連接方法就是 我知道大家家裡未必有一個螢幕 多數只有電視 有時電視家人會用 這次給你第二個方法就是 將你的電話 用一條Type-C to Type-C USB to Type-C 的螢幕 連去你的PC or Mac 都可以運用Desmode 功能 現在就要試一下Desmode 究竟可以在電腦裡 或者在螢幕裡面 可以做了什麼功能 首先想到網上銀行 其實裡面Desmode 都可以載到電話的程式 當然最有名的當然是 用Chrome browser 大家看到Chrome browser 先試到匯豐 先試一下 大家要注意 因為Chrome 這裡有個讓你選擇 是用Desktop的Site 還是Mobile Site 我們因為這次 就要當它是Desktop 所以這裡就要 鍵上Desktop Site 然後Log On 好 十分之成功地登入了 基本上所有的銀行Desktop 做到的事情 例如過數 看Statement 買賣股票 都做到 試一下在裡面 打開PDF 看看 Statement的PDF 先下載 先下載 然後開啟 即時帶出PDF Browser 非常非常完善 這個功能 試多家銀行 不如試恆生 好了 成功Log In 亦跟平時在Desktop版面 一模一樣 第一次試的東西 基本上網上銀行 是完全完全無效的 另外有些人都會問 其實 多數用Desktop模式 應該都是 公幹的人 即是可能你們去到酒店 只有一個大電視 但又想做一些 比較複雜的東西 例如你開一個 Word File 開一個Excel File 不用在一個 這麼小的 這麼小的螢幕 現在就試一下 Word File 和Excel 先試一下 Word 咦? 這個是我之前打進去試的 因為我想試一下 之前打進去 看看文字 方格 都成功在這裡 另外還有一張照片 有些人怕 這個Word會不會比較陽春 不如我試一下 加上桌 OK insert table OK OK Table 上面打字 又可以 可不可以加顏色呢 咦? 又OK 基本上很多功能都齊全 我又想試一下 可不可以在這裡裡面 加一張照片 進去 insert picture picture 好 OK 嘗試加我老婆的 好看 好 這張 好 停 咦? OK 沒有問題 可不可以放大縮小呢? 縮小又可以 再動 也算不錯 雖然沒有了 平時在桌上使用 Word不是有一把尺 那些alignment尺 這裡沒有了 不過我相信 如果你純粹用來做一篇 普通的文書 是非常好 好 試完Word 好 不關它 純粹minimize 現在我再試一下Excel Excel看起來 都有點像desktop的介面 當然 有些功能沒有了 例如 pivot table 那個就沒有了 對 沒有了 一般的 Vlookup 加減成長 應該都有 我現在試幾個Feel A B C 試一下最簡單的Sum 不會沒有了 一定可以 好 試一下Vlookup這個功能 先試一下 Vlookup 它可否有提示呢? 咦? 有提示的 譬如說 我現在要找B這個數值 好 這個table 可否括呢? 咦?可以括 好 好 哪個Column 第二個 好 這裡 我就打FORCE 如果有開 Vlookup 都會知道 FORCE 是Stand Forward的 OK Enter 咦? 出到了 45 沒錯 試一下 改個數字 70 立刻更新 非常之好 這件事 唯獨試 Pivot Table 那個就沒有了 不要緊 可以加相片嗎? 試一下加一杯咖啡的相片 咦?又可以加到相片 不錯 試一下 同時間 開剛才的Word file 一個 兩個 咦? OK 可以做到Multi-Tasking 非常之不錯 DESMO 除了剛才這些工作上 或者網上銀行等等之外 它其實有一堆Apps 都已經是特意說 支持Samsung的DESMO 例如哪個呢? 好像這個 Adobe的Rush 這是一個剪片的程式 來的 有時我去旅行 平時去旅行 拍開一些影片 有時想在酒店撿 但總是覺得很煩 手機這麼小 哇 用了這個功能很棒 直接可以把影片 加下來 然後立刻在這裡撿 還可以有什麼呢? Transition 過場畫面 用哪一隻 這裡都可以做到給你 還可以先調色 哇 大佬 正啊 好 譬如說我完成了 我Share 可以Export 可以選擇 7201080都可以 非常之不錯 有一個不錯的功能 有些朋友說 這樣打機又行不行? 那就試試打機 我其實不是玩開很多遊戲 不如我試一下這隻 真的嗎? 真的嗎? 不知行不行 噢 You can use mode app in full screen 我試一下 OK 就算一些program 如果它設計開 不是給Desk Mode的話 都可以透過Samsung Desk Lab 將program 硬放大它 先把遊戲放大 不知道行不行 咦? 咦? 可以啊 直接在裡面 打完機都可以 遊戲方面 我就不再說太多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這部手機上的 file 有時候都 總是覺得不知怎樣處理 還有你用手機 慢慢按是非常之浪費 所以 應該會比較喜歡用 Desk Mode裡面的 My Files 其實一個 好像 My Computer 我的電腦 的程式 可以把你手機 或者你把SD Card 甚至乎 如果你買了Adapter 你讀完那個手指 或者拍完的SD Card 都一次過可以在這裡做一個 Copy & Paste 或者是Backup 是Backup動作 有一件事更加好的 就是可以直接把一些 file 從你的電話直到Mac上的場面 譬如說 我選擇一次 我要這兩張相片 然後我只要緊緊它 一搬 立即可以在Mac上的desktop 看到這張相片 就已經可以方便你 可以直接 由手機 過到desktop 除此之外 你在Desk Mode裡面 基本上已經可以 讀完 你的手機上面的 通知 例如你有WhatsApp 在這裡 都可以同時顯示 所有的東西 譬如說 WhatsApp 都可以直接做回覆 不過有件事要注意 因為我們香港人 很喜歡中文、英文共打 有時候 轉鍵盤 在Desk Mode 是可以的 不過 你會發覺 它轉鍵盤 有一個soft-cut key 就是Ship Spade 當你轉到一個中文 例如Tonky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的電話 突然間 會開啟 以及會出了一個 鍵盤的選擇位 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我打你好馬 你好馬 你好馬 你看到電話 可以即時選字 有點像 MacBook上面的 Touch Bar 一邊打一邊 給你選字 是挺有趣的 另外 如果你Desk Mode 螢幕的時候 這個Note 10上面的Screen 是可以當作一個Touch Pad 可以控制到 你的Screen上的Mouse Cursor 除此之外 你一路用電腦的時候 其實你的電話 是同時間 都可以開別的Program 是兩樣東西 是完全沒有拉難都可以的 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好 今天暫時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試的話 可以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Instagram找我 最重要是 繼續支持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 Bye